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昨晚纳指升破4,500点 创了14年来的售市新高 外围造好带动港股高开90点 开报25,045点 再创超过6年新高 组断在25,000点附近增持 中午售市升22点 售报24,977点 多借焦点股份将会在今日公布业绩 股价值前各别发展 润地升超过4% 金山元件升超过1% 银鱼微升0.08% 而平保和中行跌0.3% 恒治公司将房拓产业基金 列为可以晋升股票指数之一 今日的房拓板块继续做好 领匯今日升3% 汇言产业信托升超过1% 月收房产信托 冠军产业信托 和致富产业信托 就升0.6%至1.3% 而阳光房地产基金升0.3% 中移动今日再破顶 高建96.5% 但之后回吐超过1% 中午售报94.8% 而其他电讯股普遍低走 中电讯和联通跌0.9%和0.4% 支点股方面 市场消息指 美高煤的母企美高煤国际度假集团 正在日本密室全球最大的鱼市场重建项目 作为兴建赌场的位置 美高煤中午升超过1% 中信软件中期由窥转型969万 股价升超过1.2% 而澳普中期多赚1倍 股价破顶高建1.41% 中午收市部1.37%升1.5% 而飞毛腿中期顺利升1.6倍 但股价即后跌超过1成 低建1.25% 成交回约股份方面 税信提升了中海油的目标价23% 亦都提升评级去到中性 报告表示中海油由年初至今 股价表现已是顺适于中石油和中石化 以及国企指数 相信股价短期会有支持 中海油今日升超过1% 中午收报15.5% 收市后有3分钟视频 再见